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女士 今年26岁 2017年购买了一辆2005年生产2007年挂牌的二手奥迪A6轿车 她说 虽然这辆二手车在购车市的车龄已经有10年了 但车况依旧不做 这个车当时是它顶账回来的 它当时借了它的钱 然后还不了钱把车顶给它 顶多少钱了算是 下来合同下24万 据管女士查询了解到 这款车当年仅生产了一批就停产了 市面上像类似这种排量车况不错的车也不多 所以她和丈夫十分爱惜 她买回来她就是喜欢这个车 对吗 我们也很爱惜地在开这个车 这个车有什么毛衣我们都在去修 把所有的一损价什么都换了 修车大概有不到10万块钱 管女士说 一开始她觉得车辆过户手续繁琐 就一直没有过户 但是也不影响她正常使用车辆 今年5月份 她的车在停车场被人撞到了右侧车尾 经过和对方车主协商 决定把车放到4S店修理 她当时过来我就是右后部发生碰撞 这块 就是后杠和右后叶严重变形 然后后变速箱 就是变速箱 变速箱 有那个拖挡和那个故障板 对 咱们把这块维修了 把变速箱也维修了 修了有多长时间大概 修了一个将近15年至20年两个 4S店在接到管女士开来的这辆车之后 对车做了全面的检查和维修 一晃十几天过去了 到了双方约定好的提车日期 5月25号这天 管女士正准备和丈夫去4S店瞅一眼 还没出门呢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妈打过来电话说 你们出车祸了 我说没有呀 在视频里看见的说 你的车吗 车牌还在地下了 人躺在那 还以为是我们出了事情 电话里 管女士的母亲询问 是不是出了车祸 管女士听得一头雾水 车不是放到4S店去维修了吗 怎么会出了车祸呢 本来就说停下车 给4S店去问一下 然后4S店电话就过来了 就说车是出事了 经过和4S店的人进行确认 管女士这才知道 自己十多天前停放到4S店进行维修的车 被工作人员开到路上出了车祸 那么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正在维修的车又怎么会上路呢 带着疑惑 管女士和丈夫来到4S店了解情况 管女士回忆 她和丈夫等待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有4S店的工作人员过来说 这场交通事故导致一名路人死亡 听到这样的消息 管女士夫妻俩直接傻眼了 总感觉这个事情 自己开车出了人命啊 还不是自己开的 就人心里那种感觉吧 总感觉肾得慌 听到自己的车被人开出去 发生了交通事故 甚至还导致对方死亡了 管女士和丈夫说成什么都做不住 这俩人原本是来开车的 没想到车开不走 还遇到了这个事情 最主要的是 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夫妻俩是一点都不了解 工作人员也没让管女士去事故现场 只是告诉她这个结果 让管女士耐心的再等一点 25号修完早上出去入室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交通事故 意外交通事故造成的事实上是 坐前方 坐大灯和前杠破水 机盖变形 里边没有外面 里边没有 都是外观间 记者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看到 这起事故发生的时间 为2021年5月25号上午的9点40分 车辆驾驶员张某 由北向南行驶至某4S店门前路段 将游西向东驾驶电动自行车 在人行横道内横穿马路的冯某碰撞 致辆车损坏 冯某当场死亡 驾驶员张某没有受伤 也不是酒驾 持有驾驶证 张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冯某负次要责任 由于我们暂时没有冯某家属的电话 记者先来到了冯某生前所居住的小区物业社区进行查询 但是都没有找到相关信息 所以目前对于事故发生的情况 以及4S店和冯某家属之间协商的赔偿情况 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管女士的车辆在维修过程中 被4S店工作人员开出去入市 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究竟应该由哪方来承担死者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呢 对于冯某的死亡这个责任承担呢 首先由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 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保险限额如果不够的情况下呢 是由司机来承担责任 不过呢本来比较特殊 司机呢是4S店员工在履行工作的过程当中 对外造成的侵权 那么最终这个责任呢 是由4S店来承担的 事故发生时 驾驶车辆的是4S店的工作人员 那么管女士作为车辆所有人 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吗 是不需要的 首先呢 4S店的员工驾驶车辆外出呢 并非管女士指派 而是4S店的一个工作安排 其次呢 车辆也投有了交强鞋 也并非拼装车 报废车 所以呢 管女士在本安的交通事故当中呢 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呢 因此呢 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一个赔偿责任 管女士说 之前 4S店关于对冯某的赔偿问题 还和她进行过沟通 他们当时说的就是 让我们配合她出了这个保险 然后他们再处理我们这个车 我们配合她给她出保险 我们不是交强险 管女士说 她的这辆车只有交强险 没有商业险 出事之后 4S店的工作人员和她商量 通过车辆交强险 赔付范围 对死者先进行一部分赔偿 最终 保险公司对冯某的定损金额 为18万元 除了这笔保险赔偿款之外 4S店这边又拿出一部分钱 对冯某家属进行了人身损害赔偿 双方达成一致 事故处理完之后 对于管女士的损失 双方也进行了协商 这个车我们肯定是不要了 它有所很轻 是非常贵 如果解决不了 就在周常四万程度 就直接贵 事故发生之后 4S店一边对冯某进行了赔偿 同时也积极和管女士进行了沟通 起初双方协商的还比较融洽 很快达成了一致 他们的法务来跟我说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们这个车肯定不要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东西 我们也就是赔一辆你这个同级别的车 或者是就一样样的车 我们给你找一辆赔给你 给你整理好 准备好 交给你可不可以 我们当时答应了 我们来找一个年龄相仿 这款相近的车 对于管女士提出的要求 这家4S店也做出了承诺 管女士的这辆车 由4S店购买 4S店在购买另外一辆同款车 过户给管女士使用 当作对管女士的赔偿 三个月的时间里 4S店一直和管女士进行沟通 而且也找到了两辆 比较符合管女士要求的车辆 但管女士在看过车之后 都觉得不满意 于是赔偿车辆的事情 就迟迟没有达成一致 管女士说 自己买车之后 投入了将近10万元用来修理 所以要求4S店 把这个车辆价值 投入的修理费 一并作为赔偿 那么管女士的这个要求 是否合理呢 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杜万亿 杜律师 请他呢 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首先呢 4S店员工呢 驾驶车辆外出 发射交通事故呢 造成车辆损失的 那么4S店呢 是需要进行赔偿的 另外呢 如果造成车辆贬值 那么4S店呢 也是需要对此进行赔偿的 不过从法律上讲呢 4S店是没有义务 给车主更换车辆 也没有义务呢 以一个价格呢 回购车辆的 这个回购的问题呢 只能是双方协商 如果能够协商成呢 当然OK 也就是车辆价值的问题呢 只能是考虑 事故发生之前 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情况 对于车主之前的 一个维修保养的投入呢 并不在这个价值考虑范围内 其实呀 按照法律规定 4S店只需要修复车损部分 或者赔偿车辆贬损的价值 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合理的情况下 是可以的 如果是过于扩大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如果结结不了 就托在这个正常四八城 就去进行 目前 事故车辆已经修好了 受损的部位也得到了恢复 按照法律规定 4S店已经履行了 相应的赔偿责任 4S店的工作人员说 9月初 管女士把店里的一辆车给开坏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三个月前 发生交通事故那天 开始说起 当时服务了一个扣物 代步车 代步车应该是从5月份 使用到9月份初 当时给让代步车的时候 跟我们对接的那人说 只要你们正常开 所有的就是坏了的那些 算我们的 管女士说 她在用车过程中 起初感觉还不错 可开着开着 发现了一些问题 夫妻俩开车去往店里维修的路上 发生了意外 没出收费站前面那个扎道那儿 车就开始冒烟 然后我们俩就赶紧下车 那个车的那个系统就开始自己喷水 就稍微灭了一下那个 但车里全是那个烟 他们来就要拖车拖回去 那么车是什么情况 走着走着怎么会突然冒烟呢 如今车辆损坏不能开 已成事实 那么这辆车的车损 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这个有涉水的可能 涉水 这个具体的原因也是看第三方鉴定的结果 我们保留对他的反则 实在不行的话 只能等法院的判决 法院判什么就是什么 双方对于这辆代步车的损坏 那是各自一词 4S店表示 我把车给你用的时候 那可是好好的 现在车里疑似是涉水了 可能是你使用不当所导致 你应该承担赔偿我车的责任 对此管女士表示 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冒烟 差点造成意外 这是4S店提供的车辆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次连线杜万亿杜律师 请他来评一评 这两方的说法到底哪方更合理 首先双方说的都有一定的法律道理 不过关键是要看证据 也就是说 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车辆在本身 在使用的之前 就已经存在问题 那么使用人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赔偿的 另外 这是正常的使用的 一个正常的零件磨损发生的 那么使用人也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当然如果使用人 从在重大过失 或者是故意造成的一个损失的 那么也是属于违法行为 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关于这辆代步车的车损 只能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 分析损坏原因 再来划分责任 对于管女士的这辆事故车 双方表示 会根据之前协商好的方案解决 如果最终依旧无法达成一致 双方准备走诉讼程序 来判定赔偿范围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案例 张先生去4S店维修车辆 结果维修人员把车开出去 入室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导致车辆受损严重 张先生在6月份买了一辆二手汽车 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车辆水温传感器和节温器有点问题 但是由于当地没有同品牌的4S店 他只好把车开到另一个品牌的4S店 试着先修一修 修了一次 回家过了几天又坏了 然后又过来修 回家过了几天又坏了 又过来修 然后第三次还没能开回家 给我把车撞了 然后他们打电话说 师傅开着车去试车 看有没有修好 然后就给我把车撞了 维修师傅把车开出去试车 结果把车给撞了 听到这个消息 张先生有点懵 这个车又不是我自己开的 是他们4S店的修车师傅 开着出去给我撞的 又不是我自己开的 没有提前告知你 没有 没有告诉你就把车开了 对对对 张先生说 维修师傅把车开出去测试的事情 4S店并没有提前告知他 据他了解 修完水温传感器和节温器之后的测试 是不用上路的 它只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包括一个节温器的问题 就是水温上来就可以 就算在S店里边停着 只要车怠速 水温达到了就可以知道好不好 没有必要入室 这次事故 也让张先生的车辆受损严重 后门严重变形 然后C柱也变形了 然后后边的车圈也变形了 然后再就是车辆 两侧的安全气囊 气帘全部都爆开了 修车分布大概要四万块钱左右 发生事故后 4S店的工作人员 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张先生 同时拿出了解决方案 但张先生没有同意 4S店那边给我的答复就是 走我的保险 然后给我车辆折旧5000块钱 这个我肯定不能同意 因为车安全气囊已经爆开 就是属于重大交通事故 对我以后车辆的安全也好 包括以后如果我不想要这个车 我要卖车 对我车的价值肯定都有影响 张先生说当时这辆车 是花了17万元买的 因此对于4S店提出的解决方案 他不能接受 现在交警出去的事故认定书 也出来了 自己车辆的驾驶员负主要责任 可因为是4S店没经过他的同意 开车出去出了事故 保险公司告诉张先生 这事不确定能不能走领培程序 现在张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我的想法就是他们给我把车 现在送到4S店给我修好 然后给我车辆折旧费 就这么简单 折旧费多少 折旧费3到5万吧 张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赔偿要求 同时也跟4S店协商了多次 但迟迟拿不出 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来 4S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维修人员未经张先生同意 开出去试车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这个车吧是发现那么晚期 电台下来每次他自己就说 洗完了以后电台下来没晚期 就修和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会长 开会长就这个晚期就出现了 所以说那么代表给他试试车 是不是因为这个消失过程中 这种发现这个顾上班 吹下这个晚期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不看到车 没来觉得都通知客户 你过来说我得去试试车 他也不方便 为了解决问题 4S店又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提高了赔偿金额 刚才说的15000块钱 15000块钱是什么 包括因为他在普通的保险 对于4S店给出的解决方案 张先生仍不能接受 而对于张先生提出的 4S店负责修车 并赔偿3到5万元的要求 4S店这边同样表示不能接受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该怎么解决 4S店要求走张先生的保险修车 张先生要求4S店支付 赔偿款是否合理呢 首先本次事故的发生 4S店是有责任的 那么4S店应当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 那么对于这个损失的金额来说 是双方需要一起去选定一个界定机构 对于车辆的损失以及贬值 进行一个评估界定 那么最终根据这个数字 由4S店来承担赔偿责任就可以了 不过具体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 是有个先后顺序的 那么首先由对方车辆 在其保险限额内 以及根据这个事故认定 来承担赔偿责任 不足的部分呢 是由4S店来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呢 即便是张先生车上 有相应的一个保险呢 那么车张先生呢 也可以选择 不使用自己车上的一个保险 而由4S店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客户把车送去4S店维修 原本是想让车焕然一新 没想到 维修人员开车陆市出了事故 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目前 4S店和张先生 都同意 先找一个第三方机构来鉴定 等鉴定结果出来 再进一步协商 这么赔偿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